大家好 三点钟 欢迎收看期爱论坛 我是帆英华 今天的加团指数呢 大家又是一个小跌的格局 在最后面跌了20点收到了9407点 不过量从昨天开始缩了 今天呢 这个持续还是比较小量 705亿哦 这比昨天还要再更少一点 好 今天的盘面上呢 很多人都说 欸這個台北股市啊 中秋節之前先蹲是好事 真的是這樣子嗎 難道蹲完之後 在這個中秋節過後 開始會飛天了嗎 接下來怎麼來看 這趨勢是不是會更加的明顯呢 最近小漲小跌這種格局 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擺脫一下 我們趕快邀請到的是巨洋頭顧 鄭其雙資生分音師鍾建安 建安哥你好 好 依化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 建安哥 這個玉兔啊 嫦娥啊 看完之後是不是台北股市 真的要漲還是要跌 這方向趕快出來嘛 好的 既然是要這樣 依化問的那麼直接有沒有 我就直接告訴大家 請你認真聽了 建安老師真的 我給你豁出去了 真的是這樣 但是先講結論之前 先祝大家中秋節愉快 也是要放到 不管你是勞德堂 勞德堂 都過去了 要改變也來不及了 所以勞德堂 勞德堂 就平常心以待 但是重點來 建安老師要跟你講結論 昨天 應該說前天之前 建安老師是不是跟你講說 磐寺進入了一個長多短空 請你要記得要做留單的話 然後把你的部位縮小對不對 因為空方有點獲勝的一個狀況 好 就說來了 如果盤是進入了長多短空 請你要小心的面對 好 那下個禮拜二開始的行情的話 建安老師要跟你講 我的看法 我的規劃 我所看到的數字 我認為最好的狀況 就是橫盤在你盤 不好的狀況就是掉下了 原本是想要寫崩跌的 那個妹妹說你不要嚇人家了 我會嚇到啦 好啦 就是下跌好不好 所以我先給你結論 結論完了之後 我再跟你講 為什麼這樣子看好不好 所以我再講一下結論 盤是進入了長多短空 請你小心的面對 我認為下個禮拜二 等你休假回來的時候 最好的狀況就是橫盤整理盤 不好的狀況就可能往下掉 上去的狀況 我認為機率比較低 為什麼 建安老師論述給你看好不好 論述完之後 你一定會站在建安老師這一邊 建安老師希望給你結論 然後再告訴你 為什麼是這樣子看 其實看這些板紙 每個人看的點不太一樣 建安老師只是把我看的點跟你分享 那完了之後你就會發現 欸對耶 建安老師的看法 果然是跟其他人不一樣 我想跟你講啦 現在中秋節之前有沒有 沒人跟你講看空的啦 但是你也看得來來來 你來你來你來 是在來來歌的喔 每個人都是這樣講啊 但是問題 他有貼著盤面講嗎 我認為是沒有的 因為跟你講做多的 我認為就以大盤來講的話 他是在流逆勢丹 真的是這樣 等我給你看K-pop的顏色好不好 好 所以我跟你講的結論之後 我現在跟你講論述為什麼囉 好 所以首先我們先講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很重要 超級重要 無敵重要 史上第一顆八核心的晶片 是誰做出來了 是聯發科 對 而且是真八核喔 是真八核 人家3C是四顆核心的 四顆加四顆 對 沒有說那是假的 只有聯發科是真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日內走勢圖 如果可以的話 我請導播幫我上一下 2454的聯發科 分時走勢圖 結果呢 你知道是 欸 姜老師還好啊 疊兩塊啊 沒有什麼 對啊 你知道嗎 他今天發布了什麼訊息 你知道嗎 什麼訊息 他歷史新高的營收 就在今天公佈 喔 結果落兩塊 怎麼這樣 這怎麼會對啦 對啊 利多不漲 對啊 沒有錯啊 就覺得很奇怪 你覺得台股真的是生病了對不對 沒中七百幾億 七百控幾億而已 所以重點在哪邊 盤是不健康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最好的狀況就橫盤整理盤 不好的狀況就可能往下掉喔 好 那這時候來囉 如果假設我這樣論述你認同的話 姜老師要告訴你一個更重要的東西了 這幾天 異化拜盤嘛對不對 那異化應該可以大概了解說 奇亞論壇的一個怎麼樣 播出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會跟大家講一些關鍵的點位 那這些關鍵的點位是不是在 當你在操作起舞的時候非常有幫助 是的 對不對 所以 我跟妳講 妳現在沒有見解 是不是變成有見解 其實盤是沒有什麼難的 妳只要把一些關鍵的點位 把它拿出來看 妳就知道了 這幾天我是不是跟你講 上緣是不是9479 還有另外一個是9462 對 對嘛 這三天應該說從這一個禮拜 我都跟你講9479 請問一下有沒有站過去 沒有 沒有 沒有站過去誰贏 空贏嘛 對啊 所以盤是要看得懂難不難 一點都不難 只是妳願不願意相信而已 好不好 所以9462跟9479 我們再看一遍喔 9479跟9462就是沒有站回去 所以目前看起來空方稍微獲勝 但是有沒有贏很多 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今天收完盤是收在907 所以還可以接受907的一個狀況 但是很明顯的就已經快要贏了60點的一個價差 如果你從9479的話 是將近70點的價差 也是很多 對不對 好 所以是空方獲勝對不對 好 那妳有沒有發現這幾天 除了站不回去那個重要的關卡以外 妳有沒有發現每天好像在哪個地方 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空也打不下來 多也打不下來 有齁 打到那裡就感覺有點撐對不對 對 妳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給妳看 一個重要的數字就是這個 9月份摩台詞的換倉成本 就是換在這個地方 3xx.xx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對不對 好啦 直接先牌給妳看好不好 要先牌啦 對 今天老師真的佛心來著 342.5來 重點來了 妳有沒有發現好像每一次台紫棋打到342.5 一點到就有人撐住就起來 打到那裡又有人撐住就打起來 妳有沒有覺得很神奇對不對 所以每一次我跟妳講 多空換倉的成本真的很重要 那妳今天問家老師一個問題 家老師 三四2.5 這天文數字啊 到底是多少 妳怎麼跟我說 好啦 我跟妳講好不好 其實如果假設妳是建安老師的學員 有沒有 妳早就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每一天建安老師都會透過盤中教學營 把這些看不懂的數字 把它畫成台紫棋 妳就知道打在哪個地方 每一天喔 每一天都會告訴妳喔 所以我要請那個聖儀大哥幫我tag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可以的話幫我tag一下這個地方 妳有沒有發現 9月份合約摩台紫法輪換當成本 是不是342.5 對 約合台紫棋多少 9411 對 妳有沒有發現每一次打到9411 就有人拚就有人撐 就有人撐在那個地方 真的很討厭對不對 多也打不下來 空也打不下來 這樣妳了解了齁 所以啦 妳有沒有發現 每一次的重要的關卡 如果妳知道妳就 喔 恍然打得好 不怪喔 不怪在那9411這樣撩起來 再撩到9462再撩下來 今天最高點多少 9463 妳不會覺得太神奇了嗎 為什麼 因為多空加上的點位 就打在那個地方 不是健安老師厲害 是因為我知道 多空加上的點位 打在那個地方 很多口述打在那個地方 所以打到那裡 當然就有人會守住嘛 同樣的道理啊 打到9411的時候 會不會守住 會啊 那妳知道為什麼健安老師 要公佈這個數字嗎 因為已經沒有用了 就為什麼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已經打完了啊 打完之後還留它幹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要告訴妳一個更新的一個數字 什麼數字 健安老師跟你講喔 如果假設下個禮拜二 就如同健安老師所講的那個樣子 這個盤式最好的狀況就是橫盤整理盤 我認為它應該要守住 如果沒有守住的話 最壞的狀況就是往下掉喔 所以一定有一個數字是 ㄍ在這個下方的 而且真正在這個下方 不是健安老師平感覺的喔 健安老師不喜歡平感覺喔 我喜歡用科學的一個角度來跟你講 這個數字可重要了 就是這個數字 9XX8 六有X 假的啊這個是多少啦 9 5 9 4 9 3 多少對不對 我跟妳講 無論如何 妳一定要知道這個數字 至於怎麼樣拿到這個數字 健安老師不告訴妳 為什麼 因為這個數字實在太重要了 如果假設妳真的不知道 多空交正的點位 我真的覺得妳 感覺妳不要做好了 這幾天 這一個禮拜意外 妳看在眼裡面嘛 979 9 4 6 2不就是一個多空交正的點位 摸也沒摸到 摸到後來也站不回去 那不就是空贏嗎 那同樣的道理啊 一直要跟你論述這個東西是什麼 如果妳知道下方是打在9XX8 請問一下 妳覺得如果假設妳是看多的 假設喔 我假設妳是看多的 妳覺得這個數字 如果在被打下來的時候 妳要不要再繼續看多 應該不行對不對 因為已經崩掉了 妳為什麼要再繼續看多 同樣的道理 如果健安老師是看空的 如果假設打到那個地方 還是真的有撐的時候 我應該做什麼動作 當然就是做停力的動作啦 我就是這樣嘛 所以妳看多看空 這個數字重不重要 重要 超級重要無敵重要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假設老師只能告訴妳 妳無論如何 妳一定要知道這個數字 到底打在哪個地方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對不對 假設老師跟你講 其實很簡單 只要好好的運用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工具 妳就知道這個數字了 那怎麼樣運用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工具 妳自己考慮啊 假設老師每一次跟你講的 運用正確的方法 真的可以幫助妳判斷多空 而且還告訴妳 在哪個點位應該要守一下 或是在哪個點位 妳應該要刨一下 就是這麼簡單啊 想不想 運用正確的方法 妳決定喔 不是假設老師決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老師花大概9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聊一下大盤 目前大盤的狀況 還是長多短空 下個禮拜 最好的狀況是 橫盤整理盤 就是這個數字卡住了 如果不好的狀況 跌破了下緣這個數字的話 有可能就往下掉喔 為什麼 因為妳也知道嘛 摩台成本是在9411啊 收完盤的時候 是收在9407 那妳不會覺得 感覺好像 要做單向噴出的動作了嗎 對不對 有那個feu了對不對 有feu就好 不要不知道 連那個feu都沒有 就差嘛 我要妳講齁 所以請妳記得 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老師就把大盤的一個方向 跟大家定一下調 對 所以現在趕快把那個感覺找回來 沒錯 有一點feu喔 剛剛那個9XX8對不對 沒錯 好重要喔 下禮拜呢 到底這個多空交正點位是在哪裡 而且剛剛佳恩哥說囉 現在呢 最好的情況是橫盤整理啊 沒錯 很多人很怕橫盤整理耶 對 還要繼續磨 但另外一種呢 可能比較刺激一點 對 單方向的 可能會單方向 那有點恐怖 那麼這個最新的籌碼面部分的話呢 這外資下看得出來嗎 下個禮拜 已經準備好 到底要怎麼樣來佈局了嗎 好的 其實外資真的很可憐耶 真的好像被鎖在台灣 只能烤肉而已 什麼都不能做 真的這一路上來 真的是外資買上來 但是問題有沒有大漲 沒有耶 因為大玩就驚討了 真的很可憐 所以啦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籌碼 到底今天籌碼有做什麼變化 今天真的沒有量 才703億而已 所以想當上 三大法一定是小進小出會 所以答案揭曉 直接啦 買差了17億 你看 真的很少喔 對 要烤肉了還會買17億 你看 這個話要換算成雞翅的話 不知道幾隻喔 那很多隻的 好啦 自己上的話賣差了11億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總共買差了5.1億 所以啦沒有方向性喔 因為沒有太大的一個買賣超 所以當然就中性看待啦 就這個 先貨的部分 我們就中性看待 那另外一個 期貨跟選擇權的部分 江老師都一直跟你講喔 其實外資他真的也會很害怕 你想一件事情 這是 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你看這一路上來的過程當中 外資買很多對不對 對 如果假設哪一天 國際間發生了一些系統性的風險 我講的是如果喔 不代表它會發生 只是如果而已 那你想一件事情 買那麼多 你覺得他要倒給誰 而且現在門關關了 倒給鬼喔 沒有人可以倒 散戶現在很冷靜的 沒錯 超級冷靜的 對 完全不進場 可能每天都有喝淡定紅茶 真的是這樣 所以啊 你看如果他真的要把他的鮮味倒出去 要倒給誰 沒有量啊 他會怕會 所以他在期貨要不要布空彈 當然要啊 所以想當然 用這個邏輯你也知道 沒有錯 有沒有發現增加空彈1千7百口 所以增加空彈到1萬3了喔 真的為了要過中修加寫 真的不得不這麼做 因為量真的出不來 真的是難為外資的 真的是這樣 好 那自行商的部分 偏多操作了838口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的話 也差不多啦 就是進空彈的數字 有稍微偏多一點點 已經蓋過了個進多彈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我們大概稍微偏空一點點 中性偏空一點點看待就可以了 就是要中性看待也可以 中性偏空看待也可以 好 那選擇權的部分呢 一樣的 今天偏空操作了3000口 然後自行商跑得更快 偏空操作了23000 所以你看 有沒有發現 14萬口13萬口了喔 對不對 14萬口的一個高水位 越來越空了 所以啦 如果這個數字的話 我們就直接偏空思考就可以了 就直接偏空思考 所以其實你從籌碼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有中性的 有中性偏空有偏空的 就是這樣 好 那Poco Ratio的部分呢 昨天是不是1.3 結果今天是掉到1.12 又來了 又回來了 所以1.12的話 就稍微中性偏多 一點點來看待 那因為它是從 比較多的一個狀況 掉下來1.12 所以就是 感覺好像多單 有在棄手的一個狀況 對 多比較少一點點了 對 沒有錯 好 那最後一個數字呢 散戶多空操力道 到底做了什麼動作呢 昨天是不是震 1.10幾%有沒有 對 今天來到了震19.8% 表示誰 表示散戶在幹嘛 第一階多單喔 很明顯的 散戶是在第一階多單 會不會成功 我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 現在最好的狀況 就橫盤整理盤 不好的狀況就可能往下掉喔 如果真的往下掉的話 散戶一千零一招就會跑出來了 怎麼說 就是逢低攤平了 又來了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既然散戶是做多 那當然我們就稍微中性偏空 來看待喔 好 看完這個之後 一樣的我們把Routine的 一些數字看過一遍 八大光股行庫的部分 昨天 站在買方 買超了1.3億 不多 才買超了1.3億而已 好 所以籌碼看完之後 也大概可以聞出那個味道 只有Pull Call Ratio 是稍微中性偏多 其他的 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中性 要不然中性偏空 要不然偏空 很明顯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等你收完盤的時候 才知道籌碼 來不及了 很慢喔 對 你一定要運用正確的方法 在盤中的時候 你就知道 到底你是要偏多 還是偏空 所以一樣 還是把準則念過一遍 準則還是最重要的 每一天啊 嘉老師透過這30分鐘的節目 都要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操作期貨跟股票 把握一個原則 順勢交易 順勢交易是最重要的 每個人 其實很多的老師都知道 是順勢交易很重要 但是每天都在猜高點 猜低點 就是嗨齁 明明就跟你講 順勢交易很重要 但是就一直跟你講 支撐在哪裡 支撐在哪裡 那我什麼支撐啊 沒有什麼支撐好不好 空方趨勢的話是找什麼 找壓力 不是找支撐 所以請你記得 順勢交易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請你記得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然後勒 請你記得要追慣性 那慣性怎麼追 運用顏色管理的概念 然後紅K棒就請你做多 藍K棒就請你做空 黃K棒他就在盤整 如果假設你要留破段單的話 請你用60分鐘的K棒 來告訴你方向 到底你是要留多單 還是留空單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不管你是留多也好 留空也好 都不管 反正時間都過了 反正現在也不能交易了 所以我們來review一下 工具方面的話 告訴我是要留多單 還是留空單 所以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部分 還是仍然是怎樣 紅色的K棒 紅色的 對 其實盤中的時候 有跌破這個點點 差一點點就進入了震盪高手盤 但是好在好力加在 又有揉起來 有揉起來就好了 反正還是紅色的K棒 所以其實日前期的K棒 是一個大方向 比較難操作的一個大方向 所以短線的話 當然就要看60分鐘的K棒 來告訴我是要留多還是留空 所以答案揭曉在這邊 是不是幾天啊 一天 兩天 三天 已經連續三天都是 藍K棒 所以如果你要留單的話 盤老師都一直跟大家講 你真的還是要留空單比較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K棒的顏色就告訴我要留空 除非你不相信 好我就跟盤老師對坐 看到底誰贏這樣子 好啦你贏啦好不好 都是你贏好不好 但是問題是什麼 不是只要贏這一次而已 是要贏很多次 這樣了解齁 所以其實第二階段 這樣老師就把大盤日前期的K棒 跟60分鐘的K棒做交代 記得不要留錯單了 對 好最近在個股的部分 有沒有這個稍微掌握的撇步啊 因為很多人都在反映啦 說什麼漲一天啊疊一天啊 這輪動速度很快 不只是族群裡面的輪動速度很快 族群跟族群的輪動也很快 今天在漲什麼鋼鐵啦 然後太陽能稍微回溫的感覺 之前大家都是看不起這種什麼鋼鐵 對不對 大家覺得說怎麼回事呢 反正電子股今天 半導體殺的亂七八糟 沒錯 這部分個股怎麼進一步來分析 好的 建安老師教你好不好 其實這幾天建安老師都有跟你說 要做多可以 請你把紅K棒的股票把它找出來 要做空也可以 你就把藍K棒的股票把它打出來 所以今天建安老師 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我就解單一族群給大家看 單一族群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族群裡面有的人 這麼說好了 有人跟你講太陽能的 太陽能這麼多基 你是要做多多基 你要把它挑出來嘛對不對 總不能說太陽能 只要太陽能 不能這樣子嘛 只要它是紅K棒 你就可以壓 藍K棒你就壓空單 就這麼簡單 但是在講之前的話 我們還是要把 昨天跟你講的這些股票 還稍微review過一遍 總共有四檔股票 2887的一個 台信金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喔 它還是多方趨勢喔 0061 請問一下有沒有改變 沒有 而且是創新高 對我給它拉過來 創新高 而且建安老師跟你講 變成紅K棒的時候 跟你講之後沒有人理我 現在全部的人都在跟你講0061 你轉前面的幾台 後面的幾台 現在全部的人都在講0061 好像全世界都有0061一樣 好啦 隨便啦 有就好了啦 所以重點在哪邊 建安老師不是為了要鞠躬 不是不是 建安老師是在提醒你 運用K棒的顏色 你就知道 這一檔股票到底可不可以做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我們再看一遍 可不可以做 可以吧 就這麼簡單 所以建安老師有沒有跟你分析 什麼中國大陸的股市 沒有啊 對不對 好 另外一個今天有上漲上來的 對不對 漲了6%是多的 如虹 改變K棒顏色沒有 還沒有 如果真的改變顏色的話 建安老師就不會堅持看空它 除非它變顏色 否則的話 它還是空方趨勢 就像昨天講的4915的置身 有沒有變顏色 也沒有啊 對不對 好 建安老師還是把它交代過 不管它是長還是疊 運用K棒的顏色 真的可以幫助你判斷多空 建安老師不是跟他講 今天要解一個族群 建安老師今天就講LED LED 對 就單純LED 這老闆出來說話不一樣 今天看的比較淡一點點 逸光說沒有 我忘到年底 過年都還忘 好 那這說來了 到底是今天的老闆說實話 還是逸光的老闆說實話 看了你就知道 我們看K棒的顏色你就知道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建安老師不跟你講基本面 我們就看K棒的顏色就好 如果你要看基本面的話 你去那個什麼 Yahoo自己去找就好了 不要浪費時間這樣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2301的光寶刻 這是最純的最純的一個光LED 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但是請你記得 K棒的顏色告訴什麼 沒有方向 所以你要不要做它 不要做它 因為資金放在這邊沒有效率 要做的時候是這一段 現在沒有方向的時候 你就不要碰它 這樣了解齁 就這麼簡單 來2340的什麼光呢 要不要碰它 不要 也沒有方向 欸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230間你就知道 要不要做它了 對 這不是很簡單嗎 還在那邊看EPS 看什麼月營燒 怎麼會負責啊 這樣了解齁 請你記得用K棒的顏色 來2393的異光 請問一下 哎唷老闆 誰說謊 我沒有說誰說謊 K棒的顏色會告訴你方向 怎麼說 如果你真的要做多的話 我給它縮小好不好 要做多的時候是這裡 前面那一段 對 不要在這邊隔來隔過去的時候 是藍K棒的時候你在那邊黑白做 了解不 所以要不要摸它 就以K棒的顏色告訴我 真的不要摸它 好不好 來2426 定員 要不要摸它 不要摸它 了解嗎 2448的經電 這個老闆還是比較誠實一點點 老闆誠實喔 對 因為是空方趨勢 就真的不要摸它 對不對 來2499的東北 請問一下 有機會喔 有有機會喔 可能跌聲反彈 真的有機會 要不要做它 你就看K棒的顏色就好了 在沒有K棒的顏色之前 千萬不要亂動喔 否則轉K棒顏色你不知道喔 好 來3061最後一檔 參議員要不要做它 不要 來 我跟你講 LED的族群 今天老師總共花幾分鐘的時間 兩分鐘 改了 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解喔 所以做股票做期貨難有很難 很多人說 有夠難 不要三八了好不好 今天老師教你的方法 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K棒顏色 真的就可以看出多空的方向 所以做股票也好 做期貨也好 真的就是這麼做就行了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禮拜二真的很重要 要嘛橫盤整理盤 要嘛就有可能往下掉 建安老師認為上漲的機會 那個機率是比較低的 為什麼 因為建安老師知道 多空交戰的點位 現在打在這個地方就 插插八 如果假設你是看多跟看空的 請你記得這個數字 做多的人不能被跌破 看空的人如果跌破這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加碼的動作 因為這個是最重要的多空交戰 防守的一個位置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想不想知道 我相信你一定想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想辦法弄到手 就這麼簡單 至於什麼樣的想辦法弄到手 你自己決定 因為建安老師只是告訴你說 這些關鍵的點位 在幫助你在操作期貨 跟看大盤的方向 真的很有幫助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好好想一下 建安老師講的 到底有沒有道理 對 除了這個個股的顏色 剛剛帶你掌握LED組群之外 我們接下來還有這個 情貨當充的一些技巧 要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盤勢應對 已不錯不不錯 已退為進 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你有口臭 口臭是因為火氣大 趕快吃政績加味消致丸 特別增加黃蓮解毒湯 嘴大嘴口嘴臭也就好 便比搞灰氣 政績加味消致丸 我想你 你想我嗎 中秋快樂 你快樂 我就快樂 好想哪一天跟你喝咖啡 台灣好所在 全新改版 帶你掌握 國內外房市脈動 現場直擊 全台各地 中古屋和新城屋 審美觀察 設計師 包屋主 主夢圓夢 不管你想買房子賣房子 租房子看房子 挑房子 台灣好所在 一次告訴你 請鎖定三億財經台 台灣好所在 全新出發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 已不錯不不錯 以退為進 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財連全球銷售第一車型 福特Focus全新進化 你將重新定義未來 APA主動式路邊停車輔助系統 挑戰百萬等級車款的想像 別說不可能 全國唯一五十九萬九 一次擁有跨級配備 邀您體驗 福特Focus 全球銷售第一的魅力 FORD 入主福特 想訂閱付5888 零利率再送五年延長保固 歡迎來到期海論壇 接下來在期貨當中 最近來說的話 這技巧怎麼能拿捏呢 這樣一個 手紀律很重要 對 沒有錯 菅老師跟你講 其實常常遇到 這就是人工盤 沒有量就好拉就好殺 對不對 請你記得遇到人工盤 菅老師有寫在講義裡面 兩個方法 一個就把你的節奏放慢 就這麼說 菅老師是不是又帶破斷單 到破斷單 目前還是空干獲利當中 你就把你的操作節奏 給它放慢 第二個就是把你的節奏調快 那一樣的 不管是要節奏調快 跟節奏調慢 菅老師還是把 基本的一個做法 跟大家講過一遍 所以菅老師就不念準則了喔 盤整盤就用15分鐘的K棒 順勢盤就用3分鐘 跟10分鐘的K棒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所以一開盤是在這個位置 經過了第二根K棒的時候 殺下來是不是就變成盤整盤了 那工具會告訴你 9411就是一個支撐 支撐 請你做多 做多完之後 哇 繼續往下調 當然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要把你的多單平倉 9391 把你的多單平倉 改做空了嘛 這一部分就是順勢盤了 好 那這一段有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 壓力也沒碰到 支撐也沒碰到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是小虧的一個狀況 同樣的道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出場點 在哪邊喔 來 我們看一下10分鐘的K棒 前半段是不是有個紅K棒 結果10分鐘是沒有進場點的 所以前半段是不需要做的 所以沿路到9391的時候 結果拉到這邊的時候 哇 又被拉起來了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小停損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的話 運用工具跟昨天的狀況 是一樣的 是小虧出場 江老師跟你講 不管工具是賺還是賠 保衛一個原則 江老師教你的 你一定要跟著做 就這麼簡單 不要想太多 你以為覺得這個盤子 感覺好像很難操作 其實不會 為什麼等單方向一噴出的時候 有沒有 要賺就是賺大的 這個小賺小賠的一個狀況 常有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請你記得 不管它是小賺還是小賠 請你一定要保衛一個原則 一定要紀律的操作 這樣了解 所以一樣的 不管賺賠 江老師都跟你講一樣的東西 就是請你記得 如果你操作不順的話 還是一樣 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周期給它固定 因為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不要想那麼多 真的 有時候想太多 太複雜有沒有 其實面對這個盤子 對你來講 一點幫助都沒有 就像江老師帶破端單一樣 把時間拉長 目前還不是獲利在手上 就這麼簡單 K棒的顏色 真的可以幫助你判斷多空 對 好 所以在這個放假之前 大家趕快做一下筆記 在下個禮拜二 很重要嘛 關鍵點位對不對 沒錯 除了這個東西 特別注意之外 還有其他的關盤重點嗎 好的 除了最重要的關鍵點位以外 當然 最重要的點位 最重要的方式是什麼 當然就是要外資 江老師真的覺得外資最近 還是要可憐他一下 真的很可憐 買那麼多 結果竟然買不上去 人氣一直回不來 所以外資真的撐得也蠻辛苦的 所以請你記得 3點以後 你一定要鎖定其他論壇 江老師會告訴你 外資只要不要由買轉賣 這個盤是比較不容易成為 崩跌的一個狀況 最重要的還是這個數字 請你記得 9XX8 是下個禮拜二 最重要的多空交戰點位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知道 對 好 所以這個9XX8 中間兩個隱藏的數字對不對 對 想辦法知道喔 這下禮拜非常關鍵的一個點位 今天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禮拜同一節再會了 拜拜